你以为AI越聪明我们就越高效吗 小心麻省理工最新研究发出警告 我们的大脑正在悄悄地退化 但你把越来越多的思考工作 甩给XGPT这样的AI工具 你以为只是省力 其实你正在把最宝贵的记忆力 创造力甚至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点一点地转让出去 更可怕的是 即便你不用AI工作学习 你的大脑也早已被AI编织的思想泡沫所侵蚀 AI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正在麻痹你的判断力 耗尽你深度思考的能力 想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以及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大脑和灵魂 请继续看下去 这将是一场关于人与AI 人与智商的深度对话 AI越聪明我们就越笨 麻省理工最新研究警告 别再把大脑的思考工作 全部甩给XGPT了 但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思考 交给人工智能 尤其是像XGPT这样的生成式AI工具时 我们真的只是在提高效率吗 其实我们正在悄悄地 把自己最宝贵的能力给了AI了 麻省理工的这项研究中 科学家们追踪了54名大学生 他们长达4个月 频繁地使用AI后大脑的情况 并结合脑电图E1G扫描技术 来观察他们的大脑变化 结果非常令人震惊 科学家们发现大学生每天用AI写论文 甚至平时的笔记 读书摘要 讨论帖 全部都一股脑地交给了XGPT来完成 频繁依赖AI的学生表现出记忆力减退 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等现象 甚至在不使用AI时 学生的大脑整体活动也明显减弱 当别人问学生问题时 学生表现出反应迟钝 无法快速跟进和回答问题 这一切不是学生因为频繁使用XGPT而变懒了 而是学生的大脑开始退化了 很多使用AI写作的人 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正在减退 写完就忘了 甚至无法复述文章内容 这就像我们再也记不住电话号码一样 因为我们早就把记电话号码的能力转交给手机了 现在有了AI后 我们甚至连自己的思维也交给了机器 研究发现 当人们依赖AI来组织语句构思文章结构时 大脑发散性思维区域被明显压制 大脑的创造力严重下降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去想 我还可以怎么表达 有没有别的角度来讨论 我们只会在AI给出的几个答案后 去挑选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AI答案 高度依赖AI的人们 总是用AI来制定立场 选择措辞和观点 使得人们的思维被AI限制了 AI的数据和观点都只是对过去旧的思想的总结 而且AI的答案是针对大众的 AI经营者会用社会风气政治立场来 祝福和影响AI的答案 以免AI的答案得罪一些人或权威机构 影响AI经营者赚钱生意 因此AI所输出的观点会更倾向于 中庸、保守、重复、缺乏个性、八面玲珑 当人们以为AI在帮自己快速有效表达观点时 其实人们正在远离自己的真实观察和思考 AI的声音只是以前存在过的观点的删减板 只是东凑西凑的大闸会 AI确实非常有用 但是这些研究清楚地说明了 AI应该是思维伙伴 而不是大脑的代替品 无论是写作、解决问题还是学习 我们都应该保持大脑活跃 质疑结果并注入自己的声音和对现实世界的观察 这不是对AI科技的反对 而是提醒我们 大脑也像肌肉一样需要不停的锻炼 才能保持敏锐 让AI替我们干辛苦的劳力劳动 可能看起来高效 但长远来看 它削弱的恰恰是我们最宝贵的能力 记忆力、创造力和原创思维 我认为我们使用Chart GPT的时候 应该先自己动脑思考 在以前的AI也只是执行我们的指令 而这指令必须来自我们自己独立的判断 所以先思考再写 再用AI来验证 别让AI科技代替你思考 AI应该是你的牛马、你的工具 还不是你的大脑 也不是你的决策者 你或许会说 我平时不用AI工具 那你也别以为你的大脑就能逃离AI的魔爪 现实是 你的大脑早已处在AI编织的世界里 AI无处不在侵蚀你的大脑 你刷到的YouTube、Bilibili、你看到的短视频、你听的播客、你点赞收集的干货 这些内容越来越多都不是人在创作 而是AI在自说自话 这些内容看起来逻辑通顺、节奏紧凑 甚至开头还能给你一种有料的错觉 但听到最后你却发现 他什么都说了 但又什么都没说 听君一席话 就只是听了一席话 他说的滴水不漏 却与现实无关 他看似观点独立 却毫无锋芒 没有灵魂 这些内容就是由AI混合算法、大模型参数和词煮文字大锅煮出来的思想泡沫 听得多了 你的大脑就会麻木 会相信 不再追问 不再怀疑 甚至开始觉得 讲得没错 内容挺好 这就是AI作品最危险的地方 你的注意力被耗尽 你的批判力被麻痹 你开始接受一种无痛无痒 无观点的思维方式 这也对 那也对 不得罪人 不得罪神 也不得罪鬼的文稿 听起来像是在学习 实际上却是在耗尽你深度思考的能力 更讽刺的是 这些文稿常常由AI人配音 用朴实的 毫无感情起伏的语音 把毫无原创力的观点包装成可信内容 在平台上反复推送 制造出一整条思想饲料流水线 久而久之 我们的大脑就像温水里的青蛙 失去了思辨 失去了创意 甚至失去了判断真假 判断深浅的能力 我做一个节目常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你看我的更新频率就知道了 节目从选题 查资料 反复打磨文字 到一字一句 亲自录影 时间真的不够用 我不用AI配音 不用AI模板化 文稿 也许我无法做到向AI要求的完美视频 但是我相信 真正的内容 应该带着人的温度 启发大脑思考 和敲打心底灵魂 我的语速不快 因为是人在说话 需要呼吸 不是机器无停顿的念咒语 AI想通过快语速 无呼吸的语音来培养人类无耐心的急躁性性格 我说的内容令人深思 因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甚至直指诠释与虚伪 有时我同情弱者 有时我质疑权力阶级 说出来的不一定是讨所有人喜欢 但一定是我想说的观点 可在这个由算法主导的内容世界里 说话语速越慢 内容越真诚 思想越独立的 常常容易被埋没 推送最低 播放量冷清 因为我不想迎合平台AI模型偏好 也不制造信息废物 有段时间我也是挺灰心的 但是我还是想坚持 坚持发出自己人类的观点和声音 我不要求被平台AI偏爱 但是我始终渴望在平台上能遇到几个 愿意倾听 愿意思考 愿意共鸣的人类之音 如果你是那样的人 我会觉得 我能在这一秒突破了AI大算法的影响 彼此在视频中相遇 我也觉得我赢了AI了 我是三三 感谢你看到这里 从事翻译和心理咨询工作的我 有幸能接触到很多前沿大脑研究资讯 和不少真实的人类故事 这个世界每天都很热闹 喧哗 很多事情争论不休 十分精彩 而我喜欢用心理学的眼光 去拆解那些看似混乱的新闻和日常的小情绪 去理解人性背后 那些无声无息的心理逻辑 无论是国际大事 还是你心里的那点小事 如果你也渴望不只是看见 而是真正的看懂这个世界 那就关注我吧 我们一起带着清醒与好奇 用心看世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